比利时女子俯视冰俏选手 梅尔曼斯最近非敌北京准备参加冬奥会 不过他被验出中共肺炎 阳性遭隔离三天 隔离期满并且连续三次检测阴性后 梅尔曼斯以为能够回到选手村 没想到又被送到另一个防疫旅馆 梅尔曼斯崩溃痛哭 影片引起极大关注 国际奥委会和比利时奥会介入后 北京冬奥选手村才安排单人房 让梅尔曼斯入住 梅尔曼斯也在2月2号深夜 正式搬进了选手村 值得注意的是 梅尔曼斯在抵达中国前 一共做过12次的核酸检测 全部都是阴性 北京对奥运参赛选手 规定了严格防疫措施 所有运动员在出发去中国的前两周内 必须监控健康指标 先后进行两次PCR核酸检测 还要持有登机前48小时内 有效的核酸检测阴性证明等 但世界各国的运动员抵达北京时 核酸检测阳性却大幅度增加 根据北京冬奥组委的数据 从1月23号到2月2号 外国运动员 随对官员 以及其他利益方 共检测出287例阳性 病毒专家指出 这牵涉到检测标准如何设定的问题 因为对于常规的PCR核酸检测的话 一般来说你的CT值在低于30的时候 那么检测的结果如果是阳性的话 这个可行度是比较高的 那么如果CT值已经高到35到40之间的话 这种情况假阳性的比例是非常高的 但是中国的很多人这个检测的时候 把标准就定在40 就是说任何CT值低于40的话 都把它算作阳性 所以按理来说 这种假阳性的可能性就非常大了 加拿大一般把CT值的检测标准定在35 德国则认为CT值30以上的人没有传染性 而中共的检测门槛高达40已经引发争议 国际奥委会独立专家组的首席卫生专家 布莱恩·麦克洛斯基承认 在出发前检测为阴性的运动员 到了中国之后 检测结果可能是阳性 林小旭指出 如果按照这么高的检测门槛 导致假阳性的比例应该非常高 但奇怪的是 中国各地全员核酸检测中 却看不到这种假阳性情况 专家认为中共可能掺杂政治因素 才导致核酸检测出现假阳性过多 或者假阳性过低 除了检测高门槛 参加北京冬奥的运动员官员和媒体人 还要每天接受核酸检测 路透社引述俄罗斯驱棍球运动员 撕裂皮雪夫的话说 每天早上都要提前起床 去接受PCR检测 真是烦透了 每个人都在担心 自己会突然变成检测阳性 新唐人记者上映洛雅 陈建明采访报导 接受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